那么现在各自队都收到了属于 都收到了属于 不友好 太不友好了 太不友好了 多想话 你们干嘛做了一个领奖台 跟佳哥一边高 接下来我们两队都已经 把他先去丢到泡沫吃里面去 我们两队都抽到了 自己属于自己明天的桌迷藏的游戏卡 那么问一下 我们今天获胜的大哥队 你们明天选择的是桌方还是藏方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来 你们的答案是 三 二 一 藏方 我们想要藏可以让给我们吗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我们很想藏 我们已经 我们如果再被全员团灭 我们太丢人了 求求你们了 你看耀心哥藏得上桌了 我只会心疼哥哥 不像我 我只会心疼哥哥 嘎嘎 你把他吃嘎嘎 我只会心疼哥哥 他们确实也是蛮辛苦 对 然后那个反正就是 彼此也是团灭 对他们来说也是 就是刺激蛮大的 就是但是也创了记录 对 第二 我们将重放一下我们商量的那个片段 来 VCR 是这样子的 我们觉得小哥哥队呢 其实第一次被全灭 其实他们打击挺大的 然后呢 就是如果这次他们可以藏 可以让我们捉的话呢 可以是可以把这个局面反过来 但是基于就是全灭 这个是在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后也是创记录了 如果第二次再一样再被全灭 那这个记录就延长了 也是这个节目的一个 延续辉煌 延续辉煌 对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辉煌延续下去 我们的选择是 迁方 进来 所以明天我们捉迷藏游戏是 小哥哥队是捉方 大哥哥队是藏方 中文字幕——YK